接下来我要讲的是Neighbor Embedded 我们在最后一个作业的投影片里面 助教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TSNE TSNE我相信你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也常常听到 但是如果有人问你说TSNE是什么的时候 大家往往都打不出来 现在我们要来讲一下TSNE是什么 那TSNE的NE其实就是Neighbor Embedding的缩写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降维 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非线性的降维 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是说 我们知道说Data Point 它可能是在高维空间里面的一个Manifold 也就是说Data Point的分布 它其实是分布在一个低维的空间里面 只是被扭曲了塞到一个高维空间里面 那讲到Manifold的时候 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地球 地球的表面就是一个Manifold 它是个二维的平面 但是被塞到了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 那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在一个Manifold里面呢 只有这个很近的距离的点 在很近的距离的情况下 Euclidean Distance呢才会成立 如果今天距离很远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欧式几何呢 它就不一定成立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在这个S型的这个空间里面呢 取某一个点放在这边 那我们比较 如果我们用Euclidean Distance 比较这个点跟这个点之间的距离 比较它跟它之间的距离 和它跟它之间的距离 或许这件事情是make sense的 它跟它比较不像 它跟它不像 但是如果今天是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你要比较这个点跟这个点的相似程度 跟这个点跟这个点的相似程度 你在高维空间中 直接算他们的Euclidean Distance 就变得不make sense了 因为如果根据Euclidean Distance 它跟它比较近 它跟它比较远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很有可能它跟它是比较近的 它跟它是比较像的 它跟它是比较不像 所以Manifold Learning要做的事情 是把S型的这一块东西 把它展开 把它展开 把塞在高维空间里面的低维空间呢 摊平 那摊平的好处就是 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低维空间摊平以后 我们做降维 然后把这个塞在高维空间里面的Manifold 摊平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Manifold上面 用Euclidean Distance 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面上 用Euclidean 在降维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Euclidean Distance 来计算点和点之间的距离 这会对接下来如果你要做Clustering 或者是你要做接下来的Supervised Learning 都是会有帮助的 那类似的方法有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介绍几种方法 最后呢讲一下这个TSNE 那有一个方法呢叫做Locally Linear的Embedding 这个方法意思是说 我们在原来的空间里面 你的点的分布是长这个样子 那有某一个点呢叫做Si 然后我们先选出这个Si的Neighbor 然后我们叫做XJ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找这个Si跟XJ的关系 那Si跟XJ的关系呢 我们写作WIJ WIJ代表Si和XJ的关系 这个WIJ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这个WIJ是这个样子 我们假设说每一个X呢 每一个Si呢 都是可以用它的Neighbor 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组合而成 那这个WIJ就是拿J去组合I的时候 WIJ就是拿XJ去组合XI的时候的Linear Combination的Weight 那要找这一组WIJ怎么做呢 你就说我们现在呢 要找一组WIJ 这组WIJ对XI的所有那位XJ 做Weighted Sun的时候 它可以跟XI呢 越接近越好 或者是XI 减掉 Submission over所有的J WIJ 乘以XJ 它的Tune known呢 是越接近越好 XI跟XJ的Linear Combination 它们是越接近越好 然后Submission over所有的Data Point i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做Dimension Reduction 把所有别人来说的XI跟XJ 转成ZI和ZJ 但是现在这边的原则就是 从XI和XJ 转成ZI跟ZJ 它们中间的关系呢 WIJ呢 是不变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那个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讲的 这句话 这样子 那句话到底是什么 我想看这句话是出自长恨歌的结尾 它是 凌别殷勤重继辞 池中有事两心之 七月七日常生殿 夜半无人施与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离之 天长地久有时 尽此恨绵绵不尽其 这样子 好 并不是我国文特别 谢谢 谢谢 这样子 你不要误会可能是我国文特别强 我国文其实没有很强 为什么会不会 其实我会从头背到尾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时候呢 我不知道犯了什么臭背 老是惩罚被长恨歌 都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整首飞起来了 小时候飞的东西 你知道长大 其实就不会忘了 好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在天 就是xi跟xj 在原来的space上面 比翼鸟呢 就是wij 在地就是 把xi跟xj transform 到另外一个space 就是zi跟zj 连离之呢 就是比翼鸟 就等于连离之 所以他们的关系 还是wij 好 那所以 Lle 它做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 首先 wij呢 在原来的space上面 找完以后 就fix住它 就不要去动它 接下来呢 你为每一个xi跟xj 找另外一个vector 但我们现在要做dimension reduction 所以你新找的vector 要比原来的dimension 还要小 原来一百为 你降为会变得比较少 十为两为之类的 所以zi跟zj是另外的vector 那我们要找 那我们要找这个 这个zi跟zj 它可以minimize什么呢 它可以minimize 下面这个function 也就是说 原来这个xi 它可以做linear combination 产生 原来这些xj 它可以做linear combination 产生xi 这些zj 它也可以用同样的linear combination 产生zi 我们就是要 这些zj 也可以用同样的linear combination 产生zi 我们就是要找这一组z 可以满足这个wij 给我们的constraint 所以现在呢 在这个式子里面 wij 变成是已知的 但是我们要找一组z 让zj 透过wij 做weighted sum 以后 它可以跟zj 越接近越好 zj 用这一组weight 做linear combination 以后 它可以跟zj 越接近越好 要subvention over 所有的datapoint 好 那这个LLE 你要注意一下 其实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function 告诉你说 我们怎么做dimension reduction 不像我们在说 autoencoder的时候 你认出一个encoder的network 你进入一个新的datapoint 然后你可以找出它dimension的结果 今天在LLE里面 你并不会找到一个很明确的function 并没有一个function 告诉我们说 怎么从x变到z z 完全就是另外凭空 找出来的 好 所以其实 如果你用LLE 这种方 如果用LLE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方法 有一个好处 就算是 你原来这个xixj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wij 你不知道xixj 用什么vector 来描述它 你只知道它们的关系 你其实 也可以用LLE 这种方法 那LLE 你其实需要好好的调一下你的neighbor 选几个 你neighbor 选的数目 要刚刚好才得到好的结果 这边是从原始的paper里面 截出来的图 原始的paper它的题目实在是太吵了 它是think globally fit locally 很好的一个题目 然后呢 它调了不同的k 调了不同的k 如果你今天k太小 得出来结果会不太好 k太大得到结果也不太好 为什么k太大得到结果不太好呢 因为我们之前的假设就是 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euclidean distance 只在很近的距离之内 会可以被这样想 所以这个这个 点和点之间的data point 和data point之间的关系 在transform前 transform后 可以被keep住 只有在距离很近的时候呢 才能够成立 当你k圈很大的时候 你会考虑一些距离很远的点 你会考虑一些transform以后 relation没有办法keep住的点 有一些关系太弱了 transform以后没有办法keep住 那它不是这个比异鸟或连理症的关系 它太弱了 无法keep住 那但是你不应该把它考虑进来 所以你k呢 要选一个适当的值 那另外一个方法叫 laplacian的igman 它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之前有说呢 这个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smoothness 的 assumption 我们有说 如果你想要比较这个点跟这个点之间的距离 算它的euclidean distance 是不足够的 你要看的是 它们在这个 high density的region 之间的distance 如果两个点之间 它们有high density的connection 那 它们才是真正的很接近 那这件事情 你可以用一个graph呢 来描述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data point construct成一个graph 你算你的data point 两两之间的相似度 如果相似度超过一个flesh hole 就把它们collect connect起来 而且一个graph的方法要很多 你可以把它 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总之你就把比较近的点 把它们点起来 变成一个graph 那 把你把点变成这个graph以后呢 你考虑这个smoothness的距离呢 就可以被这个graph上面的connection 来approximate 那我们之前在讲 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说的 如果今天x1跟x2 在high density的region上面 它们是相近的 那它们的label y1head和y2head很有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做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有一项是 这个考虑有label的data的项 有另外一项是跟label data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可以利用这个unlabel的data 那这一项的作用呢 它是要考虑说我们现在得到的label 是不是smooth的 它的作用很像一个regulization的term 那这个s这一项啊 这个s这一项啊 这个s这一项啊 它等于呢 yi-yj的这个 yi跟yj的这个距离 然后乘上wij 也就是说 那个wij是什么呢 wij是说 如果今天两个point 两个data point xi跟xj 它们在图上是相连的 那wij就是它们的相似程度 而如果在图上是没有相连的 它就是0 然后我们说 如果今天呢 wi跟wj 它们很相近的话 那wij就有一个很大的值 那就越希望 yi跟yj越接近越好 反之如果wij是0 那yi跟yj要是什么值呢 就都可以 那这个s呢 就是evaluate说 你现在得到的label 有多么的smooth 那我们还说呢 这个s可以写成 一个y的vector 乘上l再乘上y 这个l呢 就是graph的laplacian 那l等于d-w 这个回答会去check一下 之前的透明片就知道了 那它们的道理 可以被apply 在完全unsupervised的test上面 我们可以说 如果x1跟x2 在high density的region 它们是closed的 那我们就会希望z1跟z2 它们也是相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样把 刚才那个smoothly的式子写出来 我们可以写说 我这边可能写平方 可能是比较不好啦 因为我这边应该写 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比较好 或者写它的这个tunon distance 比较好 因为我直接从前面的图片 卡过来 只是把这个y改成z而已 就忘了把它改过来 好 没关系 好 那今天这个 这个把x1跟x2 变成z1跟z2以后 你的这个z1z2 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 你今天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今天xi跟xj 如果这个i跟j 这两个data point 它们之间wij很像 那zi跟zj 做完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 它们的距离就很近 反之呢 如果它们的这个wij很小 那它们距离要怎样呢 就都可以 你觉得这样OK吗 我们就找一个zi跟zj minimize 这一个s的值 我们找一个zi跟zj minimize s的值 你不觉得这么做 是有问题的吗 给大家五秒钟想看 这个问题出在哪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 你不需要告诉我wij是什么 我一秒就可以告诉你说 要minimize s的时候 我应该选什么值 心算就可以得到了 选什么值呢 我把所有的zi跟zj 通通设一样的值就好 结束 如果所有的zi跟zj 我通通都设一样的值 比如说通通都设0 那s呢 就等于0 这个问题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所以 光只有这个式子 是不够的 那你可能说刚才在 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这句话呢 之前在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还有supervised learning supervised 那个label data 给我们的那一项 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 y 所有的label 都设成一样的 那你在supervised那一项 你得到的loss 就会很大 那我们要同时balance supervised那一项 跟semi-supervised那一项 我们要同时balance supervised那一项的cost 跟regalization那一项 所以你不会选择 这样所有的y 通通都是一样 但在这边 少了supervised的东西 所以 变成 选择所有的z 都是一样 反正是一个最好的solution 所以这件事情 事情不通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给你的z 一些contraint 什么样的contraint呢 会给的contraint 是这样 如果今天z呢 它降维以后的空间 是m维的空间 而是m维的空间 比如m是2之类的 那你不会希望说 你的z 它还分布在一个 比m还要小的dimension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希望把高维空间中 塞进去的低维空间 展开 那我们不希望说 我们展开以后 其实展开的结果 它在一个更低维的空间里面 所以今天假如你的z的dimension 是m的话 你会希望你找出来的那些点 假设现在总共有n个点 z1到z大N 它们做span以后 会等于rn 也就是说 z呢 它不是活在一个 比m维更低维的空间里面 它就会占据整个m维的空间 那其实呢 如果你要解这个式子的话 你解一解 你就会发现说 你解出来的这个z 跟我们前面看到的 那个grab-laplacian-l 是有关系的 它其实就是grab-laplacian-l 的 eigenvector 对应到比较小的 eigenvalue的那些 eigenvector 这个大家再自己check一下文献就好 所以它叫做laplacian eigenvector 因为我们找的是 laplacian matrix的 eigenvector 那如果你今天先找出z以后 你再去做cluster 你先找出z 再用pay means做cluster的话 这一招呢有一个很强很潮的名字 叫做spectral的cluster 而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tsne tsne tsne呢它是这个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的缩写 那前 贴神医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前面那些问题啊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只假设相近的点 应该要是接近的 但它们没有假设说 不相近的点 没有要接近 它没有假设说 不相近的点要分开 所以如果比如说 你用lle 在anist上 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它确实会把 不同的点呢 都 它确实会把 这个不同的颜色代表 不同的digit 不同的class 它确实会把 不同的class呢 都 这个塞在一起 然后它确实会把 同个class的点呢 都聚集在一起 都聚集在一起 但它没有防止说 不同class的点 不要叠成一团 如果它们叠成一团的时候 没有这个颜色 这些点还是挤在一起 还是没有办法分开 这是另外一个list 在coil20上面 coil是一个image的corpus 它里面的这个image 就是某一个图 比如一个汽车 一个玩具车 然后把它转一圈 然后拍很多张不同的照片 那这边同样的颜色 代表同一个object 你会发现说 它找到一些圈圈 它找到一些圈圈 这个圈圈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圈圈代表 同一个object 在做旋转的时候 它每一张图都很像 但是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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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的时候 每一张图都很像 但是你看一个东西的 正面和侧面 它却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个圈圈就显示 就是你把某一张图呢 做旋转以后 你所得到 在做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 你所得到的结果 但是一样 你会发现说 不同的object 其实它们是几乘一团的 几乘一团的 没有办法分开 所以如果做tsn1的话呢 做tsn1是怎样呢 做tsn1我们一样是要做降维 所以把原来data point x呢 变成比较low dimension的vector z 那在原来的x这个space上面呢 我们会计算所有的点的pair xi和x之间的similarity 这间写成s of xi 跟xj 接下来呢 会做一个normalization 我们会计算一个p of xj given xi 这个p of xj given xi呢 它是从xi跟xj的similarity来 然后大家会说这个similarity呢 要怎么算 这个p of xj given xi呢 就是在分折的地方 是xi跟xj的similarity 然后分母的地方呢 就是summension over 除了xi以外 所有其他的点 和xi之间呢 所算出来的距离 我最近发现说 xi对其他所有的data point 它所算出来的p of xj given xi呢 它的summension呢 应该要是1 好那另外 假设我们今天 已经找出了一个low dimension的representation 就是zi跟zj的话 我们把x变成z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计算 zi和zj之间的similarity 这边similarity 我们写成s' 那一样你可以计算 q of zj given zi q of zj given zi 它的分子的地方 就是xpline of zi zj 分母的地方 就是summension over zi 跟所有data base里面的data point zk之间的距离 好那今天有做这个normalization呢 其实还感觉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又做这个normalization的话 因为你不知道在高纹空间中算出来的距离 这个s 就是xi跟xj跟xpline zi zj 它们的这个scale是不是一样 如果你今天有做这个normalization 那你最后呢就可以把他们都变成几率 那这个时候他们值都会变于 在介于0w之间 那他们scale呢会是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zi跟zj 它们的值到底是多少 这是我们要备找出来的 那我们希望找一组zi跟zj 它可以让这一个distribution 跟这个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 我们要让在原来在这个 根据similarity 在x的这个原来space上面算出来 distribution 跟在这个dimension reduction 以后的space算出来的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 那怎么衡量两个distribution之间的相似度呢 那很直觉的衡量两个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之间相似度的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kl divergence divergence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一组zi 它可以做到呢 这个 xi的distribution 跟 xi对其他point的distribution 跟zi对其他point的distribution 这两个distribution之间的kl divergence 越小越好 然后subvention oversold data point 然后你要使得这一项它的值越小越好 ok 然后我把这个值就写在这边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要怎么做 其实这件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很困难 实际上你就从gradient descent做了 你想想看 这个 假设你知道这个similarity的matrix 它这个式子长什么样 你知道这个式子长什么样 那你把这些式子带进去 你把这些式子带进去 然后接下来 你只要对 c做微分 然后做gradient descent 就搞定这个问题 就结束了 ok 好 那今天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做tsn1的时候 它会计算 所有datapoint之间的similarity 所以它的运算量有点大 所以tsn1有点麻烦 如果datapoint比较多的时候 你这个电脑会跑动 一个常见的做法是 你会先做降维 比如说你原来的dimension很大 你不会直接从很高的dimension 直接做tsn1 因为你这样子计算similarity的时间太长 你通常会先做 用比较快的方法 比如PCA 先用PCA做降维 比如说先降到50维 然后这样tsn1从50维降到两维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那其实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 他们你会发现说 比如说像tsn1 如果你给它一个新的datapoint 它是没办法做的 对不对 它只能够你给它一大群 已经先给它一大堆x 它帮你把每一个x的z都找出来 但你找完这些z以后 你再给它一个新的x 你要重新跑一遍这一整套演算法 很麻烦 所以一般tsn1的作用 比较不是用在这种 training testing的这种base上面 通常比较常用的做法是 哪里做visualization 就如果你已经有一大堆的x 它是high dimensional的 那你想要visualize 它们在二维工件分布上 是什么样子 你用tsn1 那tsn1往往可以给你不错的结果 tsn1现在可能是最多人使用的一种选择 好 那我们再来要讲tsn1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similarity的选择 是非常的神妙的 我们在这个原来的datapoint的space上面 你的similarity的选择呢 它是选择这个rbf的function 就选择说我们要让xi 我们这个evaluatesimilarity的方式 是计算xi跟xj的euclidean distance 然后呢取一个负号 再取exponential 那我们之前有说 如果你要在graph上面算similarity的话 用这种方法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确保说 只有非常相近的点才有值 那exponential它掉得非常快 所以只要距离一拉开 similarity就会变得很小 那如果在tsn1之前 有一个方法叫做sn1 就把前面的t拿掉 sn1就是一个很直觉的想法 在datapoint的space上 用这个evaluation的major 当然在新的database 在新的space上面 你用同样的major就好了 选不同major 你直觉就选一样的major 你直觉就选一样的major 那tsn1神妙的地方就是 它在你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的space 它选的major跟rui的space 是不一样的 它在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选的space 是这个tdistribution的其中一种 tdistribution里面有参数 你可以调它 可以产生很多种不同的distribution tdistribution的其中一种 它是1除以1加euclidean distance的平方 1除以1加euclidean distance的平方 好 那你可能问说 为什么会要这样做呢 我可以提供一个很直觉的理由 假设横轴呢 代表了 在原来space上的euclidean distance 或者是 做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的 的euclidean distance 好 那 这个红色这一条线呢 是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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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这一条线呢 是 这一项 红色这一条线呢 是rbf function 蓝色这一条线呢 是tdistribution 你会发现说呢 如果 原来 在这个点 跟这个点 之后 做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 要怎么才能维持它原来的space呢 那 你就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它就可以原来 它就可以维持它原来的space 如果你要维持它原来之间的距离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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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呢 如果你今天呢 要维持它们原来的几率的话 要维持原来它们之间相对的关系的话 那 你就把它变成这样 你就把它变成这样 那你会发现说 如果本来距离比较近 它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如果本来就已经有一段距离 那 从原来的这个distribution 变到tdistribution以后 它会被拉得很远 tdistribution它的尾巴特别长 所以 如果你本来距离比较远的话 变到tdistribution也上以后 它会变得更远 也就是说 原来在高额空间里面 如果距离很近 那做完整凤以后 它 还是很近 如果原来就已经有一段距离 有一个gate 那做完整凤以后 它就会被 拉得很远 所以你会发现说 tsn1呢 它画出来的图往往长得像这样 它会把你的datapoint聚集成一群一群一群 因为你的datapoint之间 本来只要有一个gap 做完tsn1以后 它就会把那个gap强化 你gap就会变得特别明显 所以这是tsn1做在anist上面的结果 那其实这个不是 直接做在anist的pixel上面 直接做在pixel上面的performance 看起来没有这么好 这是先做pca降维以后 再做在anist的 先对pca做pixel降维以后 再做在anist上面 不同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数字 那你会发现不同数字 会变成一群一群的 那tsn1在coil20上的结果 其实还蛮惊人的 这边的每一个圈圈 就代表了一个object 就代表了一个object 就代表了同一个object 然后它只是转了一圈以后的结果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些被扭曲的圈圈 扭曲的圈圈 这扭曲的圈圈是什么意思呢 那所以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杯子 它这个面长这样 它转180度转过来以后 它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你把杯子转360度转一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它在中间某一个地方 是很像的image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很多看起来像8的符号 那这边这很多条线 其实好像是说有四部都是小汽车 四部小汽车看起来是蛮像的 所以这边有四条线 是被align 在一起 那这边有一个从网路上找到 tsn1的动画 它长得是这个样子 你看 因为它是用gradient design trend 所以呢 你会看到这个 随着iteration的process 点会被分得越来越开 点会被分得越来越开 然后不同的点之间 假设这其实不是做在end list 是做在另外一个 手写数字辨识的cobus上面 你会发现说 不同的digit之间 它是会被分得很开的 好 那这边呢 这个tsn1的地方呢 我们就讲到这边 我们再讲 再讲大概十分钟以后